反正好新鮮喝的柚子是完全Q的 超大的聲 果然是 酸雞湯 哇它裡面是整個的蝦球耶 我第一次這麼期待攝影師可以講到拍我 松露含牛 炸醬麵 第一名耶 你看那個蟹膏 那個蟹膏那個蟹肉 美食 我們現在在這個豐川百曼的店前面 然後呢它門口就有非常多新鮮活的這個蟹魚在這邊 然後一般我們都是在日本吃鰻魚 其實我是第一次在韓國吃鰻魚 但是據說口感非常的好 所以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哇 進來了 而且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比平常吃飯時間早 現在是五點半 可是它裡面客人已經很多囉 我覺得如果到右點的話 我們一定會在某種排隊 耶 這麼大 這麼大的鰻魚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們剛剛看到這鰻魚要上來 那麼大一條 你知道這裡的基本效果就是 一個人要有一隻鰻魚 我突然覺得有點負擔 然後重點是這邊啊 你不用自己動手 你就是專心的吃飯聊天 因為都會有人來幫你鼓勵 都可以用不同風味的菜下去包 然後剛剛他幫我用的是醃過的菜下去包也可以 也可以加生菜然後加高菜 來 吃吃看 告訴我們感想 今天我今天會的那個菜啊 其實它有一點爽口的醬汁在裡面 然後白曼超Q的 然後又咬了那個醃的大蒜 所以很脆口 然後嘴巴的層次好多喔 好吃 接下來輪到我了 這是新鮮的芝麻也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商品展示模式 好厲害 我很清楚有沒有 沒有失焦耶 對 而且看起來食物非常好吃 好吃嗎 韓國終於有一個可以讓我覺得好吃的東西了 反正它好新鮮 它的肉質是完全Q的 有肉那個甜味 嗯 然後再配上它這個芝麻葉的香味 你看連媽都在講 我媽說她不喜歡吃鰻魚的 媽妳說說看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妳是不是本來不喜歡吃鰻魚的 對 對 但這個吃起來是不是不一樣 太好吃了 今天所有的家人都非常滿意耶 他們都說太好吃了 我們其實吃的很多餐就是 都是紅色的醬汁拌食材 就紅色的醬汁吃很多餐之後 就會有點膩 對 然後這個是新鮮 那這個魚我覺得單吃 也好吃 就好吃了 吃到好 它有醬油很好吃 對 它的醬油很好吃 它不是其他的醬油嗎 嗯 所以我現在突然覺得 一隻好像一個人可以 因為它有各種不同吃法 你末末就快吃吃完了 躲起來吃 各位 給我們看一下 這又是另一種味道 你可以自由搭配 你剛剛看我那個辣椒你會覺得很辣對不對 沒有 它只是有那個金椒的香 要自己的鏡頭笑一下 拿著你去看看 你們感照一下 把你感情感照一下 自己的鏡頭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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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吃完瘋川鰻魚了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吃鰻魚的話 一個人是一定要吃一隻 一隻的話算起來大概800多台幣 那價格是的確有點高 但是我覺得它的份量 如果跟台灣的鰻魚飯比起來的話 一個人那麼大一隻 感覺起來好像也沒有那麼的貴 因為它給你的量真的也很多 然後這一家呢 我全部的家人 包括我老公 一致認為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土福村 要吃生雞湯 到韓國生雞湯是必吃的 但是我們今天非常幸運 因為這一家呢 它如果在吃飯時間來 會大排長龍 但因為我們現在時間是 下午的3點多 所以呢 立刻就有位子了 快進來吧 哇 裡面布置的 真的很好 OK 好喲 我們的生雞湯都上來了 然後我們在這邊吃的話呢 它有分白色的雞 跟黑色的雞 就粉雞雞 然後呢 什麼叫黑色的雞啊 你真會介紹耶 烏骨雞 OK 然後呢它的生 也有分不同的生 價位就不一樣 然後像這個比較酷 剛剛上來有一罐這個 現在還可以看到一點殘骸 因為剛剛一上來 小孩就把它加到它 可以再往前 可以再往前 它還是對得到膠的 還是往前 它對得到膠 這麼多它都對得到 好厲害喔 好強喔 對得到 對得到 欸這ZV100真的 對我們來說太好用了 是對你來說吧 對一個要攝影 然後要拍VLOG的人來說 這真的一台是神機耶 先來喝一口湯 我覺得沒有很重的生味耶 你先吃 喝起來就是雞湯 然後 反而是米香 讓我覺得比較濃厚耶 喔 還是我沒有把它戳破 是不是要把雞肉戳破 喔你看裡面好多喔 多了 對你要把它剝開來 那個湯才是 嗯 我的雞肉很軟爛 唉唷 唉唷 有啦 那個雞根這麼大的生 超大 超大的生 超大的生 要戳 就是要戳 現在有非常濃厚的生味了 是不是 果然是生雞湯 夜寶如何 好了 很好吃 欸你有吃到它裡面的糯米 然後還有加綠豆嗎 欸它的生雞湯 我老實講 它的生味不重耶 大家更進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是 因為它那個生啊 泡下去久一點的時候 還是我剛剛加的這個 生酒 因為它這個生酒 本來是要給我們喝的 可是我發現拿來加這個 我想整個湯口的生味變重 然後我越吃越到後面 有發現那個生可能泡得很久 一開始丟下去可能還沒有香味 所以吃越有生的味道 啊唷 好吃 太好吃了 Oh my God 我反而言語形容得好吃 好吃 欸有點over 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一個人吃了一個 反正很開心 母湯 就要進去 母湯母湯喔 母湯喔 母湯 母湯 剛剛進來的時候 可能有人說 欸我們怎麼好像要進來 批工大樓 對啊 就是非常隱密耶 我覺得對這一家可以有一點期待喔 我覺得它的中路 含牛雜醬麵應該很健ibal 吃 menu 吃雜醬麵還可以 真的有看到 WOW 現在呢 我們這邊是 什麼 醬醬肉 喔 喔~~ 要飯嗎? OK 哇~~ 哇它裡面是整個的蝦球耶 我第一次這麼期待攝影師可以趕快拍我 因為我好想吃杭豬肉 醬汁好吃 跟我們平常在台灣吃的菜一樣 台灣你可能說覺得好吃比較好香 它的裡面比較吃軟 它的肉 對我們喜歡試吃的糖醋排骨 它就算糖醋魚雞 肉很嫩好吃 好香 我還想說這是什麼麵包蝦 也滿滿的耶 它外面是麵包然後裡面是塞的 超滿 超滿 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有沒有聽到黃鮪魚雞說太好吃了 好好吃 你看 中間包蝦好... 好... 我的... 真的很好吃 欸 浪費了 有了 你們之前看那個美乃滋 有一個是有... 有一點一點的 好香喔 它有加松露 這個有加松露 它是松露醬 它是松露美乃滋 松露含牛 炸醬 炸醬麵 這一家一定要記得先定位喔 你看它這麼大一片松露 上來的時候其實都放在蛋裡好不好 貼心 好好吃 它炒的醬料 它不是只有醬喔 沒有醬是先炒過有鍋氣的那個香 這是我第一次吃韓國炸醬麵 我印象是這麼好的 你看它韓國也切得很厚 喔 它韓國弄得好嫩喔 韓國弄得好嫩喔 目前 來到韓國為止 第一名欸 第一名 第一名 這家超好 超好 就是超喔 一波一波 感覺如何 我覺得這家做的料理很細緻 我們要來吃辣辣麵 耶 哇 看起來很值得期待喔 喔 好香喔 這真的 有點像淡淡麵的做勾飯 可是沒有淡它一片那麼油 然後 沒有那麼辣 因為它的辣其實是 非常溫柔的辣 欸好吃的麵真的喔 不是只有拌而已 拌你很難拌出香味 它就是用先炒過的 所以它的香味都噢 我覺得它這裡應該每一個麵都會很好吃 所以它只要煮麵啊 你剛剛問它有什麼菜 而且是不是有什麼菜 也有菜 對 我剛剛問它推薦什麼菜 它有很多不同的麵 嗯 真的好好吃喔 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在春川辣炒雞 而且呢 這個是南伊島來必吃的招牌菜 一來果然非常驚人 你看這個大鐵板 然後上面滿滿的料 然後呢你做下來之後 這個起司是要另外點的喔 就是它原本的鍋底的話 只有雞肉 高麗菜 地瓜 然後年糕 喔喔喔喔喔這個起司 好誘人喔 看起來非常可口 很好吃 因為它很重口味 然後起司又很香 我們不會魯莽的吃下去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女生 很魯莽的放進去嘴巴裡面 太燙了 很燙啊等一下再講啊 我們都會先吹一下 超燙 確實蠻好吃的 你看這家老店 對這家是老店 他的做法 嗯 大鍋菜 然後味道又好 又香 又辣 如果不吃辣的人呢 你們也可以有 只有單純用醬油 不要辣的 所以有兩種選擇 都可以吃得到 嗯 最後這個炒飯好香喔 還有放韭菜 海苔 然後再跟剛剛的那個 整個醬料直接去炒 而且他讓他有一點鍋巴 哇 好吃 這家春川烤雞啊 在熟了 在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建議推薦大家 來韓國 可以去吃一下 真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到了李太祖 馬鈴薯排骨湯 你怎麼會知道這家店的店名 我老公剛跟我說的啊 蛤 可是我們在很多天前 不是來過了嗎 對啊 可是我忘記啦 馬鈴薯排骨湯 我們本來是第一天到就要吃的 一直延遲到今天 因為上次我們來過一次 他當天馬鈴薯排骨湯沒有貨 所以現在我們派小孩進去確認 現在看起來似乎是可以繼續吃 希望今天可以順利吃到馬鈴薯排骨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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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看我們坐在這裡就知道 我們成功吃到今天的馬鈴薯排骨湯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排骨 超大排骨 好吃 排骨燉的不論很爛很爛喔 但是已經骨肉分離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的肉裡面已經吸滿了那個 馬鈴薯排骨湯的湯一支 嗯 所以吃到肉裡面都很有味道 它先是第一個呢 你就先吃它的原味喝它的清湯 然後吃到中正之後 你可以跟它要蔥花跟熊菜 加下去煮 它就是另外一個香氣 最後來煮食的時候 你跟它要點飯 麵條 年糕 對它就年糕兒 因為它的中文就寫年糕兒 麵條兒都有一個兒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建議大家到後面再吃 因為它不是燉好來的 它來的時候是生的 所以你要讓它稍微燉一下 那個肉的時候 你會啃到中間那個骨頭轉彎 出很多膠質 嗯 好好吃喔 它好吃就在這個地方 好 全部都吃光光 你看這個湯乾乾淨淨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把這個飯 放到湯裡面去把它煮成雜炊粥 哇喔 哇喔 馬鈴薯燉肉雜炊粥 好期待喔 我就不相信誰不流口水 喔 喔 蛤我沒有吃過醬蟹了 你吃過 為什麼你有吃過啊 你不是都來都供沒起來 我們先去的在台灣 台灣的醬蟹 有一家在我們家附近 咱們吃 你這小妞真的會吃耶 她到家都沒有吃過醬蟹 也沒吃過這個叫什麼蝦 醬蝦 醬蝦 生煙蝦 喔喔 不是醬汁的醬蝦 不是 生煙蝦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好吃 而且它蹭冰的吃 這一餐其實是小妞要點的 就說一定要吃醬蟹 而且它不只要吃一次 它要吃很多很多次 沒錯 好那你吃吃看在韓國跟台灣的 有什麼差別 怎樣怎樣 有到嗯嗎 很甜 很脆 很肥 跟妳那天在那個市場 廣上市場吃的 我覺得不準 因為我在廣上市場吃的 它是常文 這是冰的 我覺得要冰的會更好吃 對 冰的會更好吃 先吃那個 這個蝦膏 蝦頭膏 對 喔 辣的來了 好 甜 這辣的 哇 這個 噢 為什麼自己要配 到底市場是為了什麼啊 就是增加一點臨場感 哇好的 看起來就是你皮膚 可是看起來就像白蝦耶 沒什麼味道的感覺耶 看起來它是生綿蝦 所以它的味道是在它的肉裡面 喔 真的喔 我剛剛吃的蝦頭很甜 很甜 它這個蝦頭很甜 就是 Q 有沒有韓 有沒有甜 有 沒吃 蟹蟹蟹蟹蟹蟹蟹在咬 怎麼吃啊 直接說嗎 不會說到咳嗎 真的 而且妳看剛剛好多蟹膏喔 它的蟹膏超甜 所以我直接這樣說 我跟人家說 放心的說 大膽的說 嗯 真的好甜喔 蟹膏好濃郁喔 對不對 好好吃 好好吃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還說 這個味道我可能怎樣不敢吃 那妳覺得一個人可以吃幾個 我覺得我可以吃一隻飯的螃蟹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 它配飯 它不同口味 我覺得我可能最多一隻 因為妳可以半隻用縮的 然後另外半隻配飯 把肉通通擠出來之後配飯 其農家小妞說呢 這個殼上面的蟹膏 待會可以拿來拌一拌 但是除了殼上面之外呢 要把這個蟹肉擠到這裡面去 待會一起是蟹肉 然後蟹膏 那蟹殼上面所有的蟹膏 一起拌拌 然後在這裡面攪拌 對 因為這樣就很濃郁 然後飯不會那麼多 半碗都先吃一口 這會不會太犯規了這個 超犯規 這個吃完妳覺得我不會打到血壓嗎 我先吃嗎 先吃 不好意思我先吃喔 對 可以吃小口 去店 你不要做節目啊 我不要太誇張了 好好吃喔 法子內心的 可是我覺得飯要多一些 因為飯要多一些 它才不會那麼的鹹 因為它本身降蟹 那個膏有點鹹 對 所以應該是可以咬一點有飯進來的 可以是個人喜好鹹蛋加飯來調整 好好吃喔 來來來換你換你 真的看起來很好吃耶 你看而且它外面是那個 真的紫菜 然後把它變成海苔 就是幫我們剛剛拌完 對啊你看嘛 你看是不是很好吃嘛 有兩種不同的海苔 是不是很好吃嘛 加海苔的話 我覺得就是多一種口感 因為它是真的 很厲害的 所以它其實 沾到那個 蟹 螃蟹跟蟹膏之後 它有水分之後 不然其實有點像 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多一種口感 我覺得很好吃 那你喜歡就是放在蟹殼裡單吃 還是要加海苔 對 你吃吃看 海苔的話 是多了口感 海藻是多了香氣 這個綠色的這種 它是多香氣 還有兩種不同的 對 然後海苔 它是多了裡面 會有紫菜的口感 怎樣啦 兩個同學吃 我到底拍誰啦 唉唷 等一下兩邊都沒拍到 你們兩個 都留下 市場 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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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